這次的新冠疫情 真的為我們的觀光帶來非常大的衝擊 尤其是旅館飯店、民宿、遊覽車、餐廳 全部都是大大的影響 還有我們的導遊領隊也都沒有團可以帶 非常感謝政府這一次 即時的寄出了各種的紓困的專案 後面還會有復蘇振興的專案 這個部分我要代表我們觀光產業來感謝政府 這一次很即時的來幫助到我們業者 發生這個疫情真的是一個不可抗力 大家要共渡難關 很重要的就是勞資 要能夠大家協商一起努力 我相信度過這個難關之後 大家會有更好的相信力 時間是最好會的 用這個階段大家沈澱、充電 最好是能夠趕快讓大家有聲音做 好民社群非常快 我想這個是我們證明現在的一重點 我們加油!正新觀光 非常感謝這次江東部觀光局提供這次的活訓練活動 讓我們旅行社的從業人員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還可以有這樣收訓的課程增進我們的這個基本知識 除此之外呢也有利相關台灣的地理啊 台灣的歷史以及一些觀光資源概要的部分 也是對我們這個留業旅行社的從業人員的相當好的一個培訓的內容 我們的工作突然就減少或者幾乎就消失了 在這時候可以給我們做一些培訓 讓我們溫固自新 很重要的是在這邊我們通常很多朋友 我們可以互相的學習 交朋友 將來會有更多的機會 那這些老師 我們的老師都非常非常的專業 那我們還有 特別的是我們有30個小時的日語課程 帶我們唱一些歌 從歡樂中來做一些學習 那我們今天到牛爾的度假村 那在這邊一些生態的解說 它整個行程的過程 真的非常感動 我希望從業人員 今天來上這個課 他能學到一個正面積極的這樣的心態 大家加油 第一期的捷訓圓滿成功 我們的學員也都有不同的成長 台灣區觀光協會聯航會 三是三張江 三三千五十九 畢竟其三十五十五十七十五 ход在 Xuan三百五十五 and one zero 也有用üng bless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